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各位现场的观众 你的球迷们 当重庆趴耳朵 决定真在贵州顶流 是否能够完成老婆们的使命呢 现场安逊的各位 拿出你们的掌声尖叫 准备比赛开始 重庆长沙队 是从BA去年的第七名 他们并且这个地方也是中国了 春城之乡 来 掌声鼓励一下 贵州顶流队 13号谢涛 同浩 你那个姿势就非常的是个男人 而且有点领导的感觉 感觉你是扬州岛在场边站着 我也不敢这样 来 掌声鼓励 谢涛第一阀没有命中 谢涛身高190公分 体重90公斤 现年24岁 在场上的位置 是大前锋 好 那贵州队先得1分1比0 底线突进来 彭浩 这下被封盖一下 并没有碰框 还有5秒的进攻时间 再起又被盖 贵州球王运状态很有 连续两次封盖 犹如天神下凡 贵州现在这边篮下 吃了一个遮天网 吴俊 这下抢起 断了一点点 狼板球 球碰到李毅 出界 贵州队球权 这两个队的最大看见 也就是对抗吧 还是1比0 贵州领先1分 吴俊发起进攻 对抗之后 何球上篮 相当出色的个人技巧应用 在对抗之后 何球绕过对方头顶 上篮命中 好凶 吴俊利用个人能力帮助回球队 扩大了比分的优势 3比0 这边第一位 左侧 转进来 又造犯规 感觉这个重庆 长沙阵队是 对着姿姆哥打 姿姆哥不会防 姿姆哥也得把这个 撞飞机的防守的硬度 给他展现出来 好 第一罚命中3比1 重庆队也开始得分了 刘依茂罚中他的个人第二个球 让重庆的比分来到2分 2比3 重庆落后1分 这边谢涛看了一下 直接要一击中距离 没有命中 篮板球 吴俊 被转身进来 找板 可惜 再给出来 反规 来 掌声给两位鼓励一下 防守给的压力非常大 随着时间的进行 逐渐展现一下 场上对抗的硬度 还是低微样 还是来打字母哥 还是要体会下这个硬度 收缩再出来 转身 给漂亮 能不能完成 这个传得太好了 彭浩两关六路 进防守之后 小手一挥 助攻刘依茂 两分空篮拿到 漂亮 这个彭浩很聪明 这个传球 刘依茂和彭浩的连线 配合相当默契 跳步进来之后 谢涛自己不能拿到篮板 拿到进攻篮板 二次进攻 放球入坑 漂亮 5比4 再提醒一下贵州队 你们已经团队犯规 累积他示范 彭浩 又是字母哥的拉人犯规 不用拉 字母哥做得挺大的 防不住 防不住 他都犯三次来说 是 在我们这个三对三比赛里面 我们是没有个人犯规罚下的 团队犯规累计示范 第五次被侵犯 被侵犯队员就要罚球了 第二阀命中 来自六号 篷浩 重庆 重庆强插阵队 现在 外面比分 5比5 吴俊 对上彭浩 两个后卫 刚才合球之后 尝试了三分 没有命中 刘一帽拿下篮板 到左侧自己来 是一个好的 好球 哎 哦 关键三分啊 重庆队在外线找到感觉 哦 这个启动变相 上蓝命中 哦 吴俊一个面对对手震荡用球 体现变相 突破篮下 反蓝命中 哦 好球 马上这边李毅被盖了一下 这下郭州队的防守的注意力非常好 再挑战 自己拿 并没有碰光 转过来 漂亮 9比8 郭州再次领先 十三号这个涛子这个内线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对 还是这个同样的打法 从 左部打起 给到胡锦之后 漂亮 吴俊的一对一防守防下 二 突进来减速 nice 吴俊用良好的核心控制 对抗之后 打板命中 这下又一个抢断 再变相 过掉 差一点连得四分 上 彭浩拿到好的一个 刀 但是没有把它变成助攻 这球可惜了 好球 彭浩这个传球是带脑子的 现在三分差距 贵州 十一比八 领先三分 看看贵州队能不能通过这次扩大领先的优势 他们领先了三分 对上彭浩 是一个节奏非常好的球 这下 找 给到彭浩 看看处境队有没有反击 小陀螺转接一击盖帽来自吴俊 漂亮 吴俊真的攻防俱佳 对得起穿这个二十四号 启动 再次单打彭浩 机体 在变相挂下 合球 出手 一次获成 为什么要叫贵州球王 两分 三分 全都上 你服还是不服呢 对手还有什么办法能防住他 这个吴俊有点厉害了 嗯 单挑能力非常强 警告你一次 这个不能动 字母哥拿球为例了 这下被裁判警告 现在已经十六比八了 吴俊一个人 扩着了这场比赛 看看重新强扎阵队 有没有回应 游易茂在放空让你投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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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为止 两位教练觉得这个比赛 对抗硬不硬 你看这犯规次数就知道硬不硬了 提上 做掩护 直接一步过掉 再来一个三分吗 来到字母哥这边 字母哥 这才怼了一下 李懿 好的 还有机会 这三分很关键 时间就剩下五十秒了 十一比十六还有机会 往内线直接给 这下斜刀拿到转身 太难了这个 三万亏啊 这不够午饭 第一下 来这下裁判给到谢涛 技术犯规 对裁判的抱怨 让他领到了一个技术犯规 分析了 这个技术犯规的罚球没有利用好 还是不进 把三个 杰尼他犯规了吗 全队犯规满了 把他罚两次 球进算 我罚球全进了平了 几乎了四分 贵州顶流队 四分领先 吴俊拿了这边一半一项的分数 又是吴俊 急停急起 左手 差一点点 篮板球 尤一帽给到彭浩 这个彭浩这要抢了 没有 篮板球字母哥拿到 贵州字母哥往外给 给到 吴俊 二十秒时间 还有五秒进攻时间 启动 看看吴俊的处理 过来 过到 好 又是吴俊 又是个人能力 在两人当中 信手拈来 两分 上周 你们还有什么办法 二十四号 吴俊再拿两分 这边底角 李懿 没有命中 篮板球收下来 就还有最后的五秒时间了 那现在如果重庆不犯规的话 吴俊再来一击 一击 杀死比赛 哎呦 哇哦 掌声给到贵州顶牛队 哇哦 把那个球就闯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还要不打他们 打他们 还真可能躺不过 四五个躺腰 家庭地位又下降了 还受伤了 这是最主要的 敌你一万遍 叫你不要受伤 而且是最重要的 腰受了伤 今天大概有三到五次的时候 是被摔在地上的 对啊 然后你每一次摔下去 又站起来的时候 你当时想的是什么 没想什么 兄弟们都在打 要坚持啊 你作为运动员 你肯定在上面要打完了 大家都有这么辛苦 这么多工作人员 这么多球员 还不是都在等着 都是都在打 难道我说 还这么大的动作 什么贵州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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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难道去说这些吗 肯定不会去说这些啊 你肯定要坚持把打完了 我觉得吴俊刚刚的 这一场的个人的表现 有点让我想起来 上一场之前看到的那个热力 我记得 热力 年代的夸你了 是是是 因为印象很深刻嘛 攻防一体 而且呢从头carry全场 一直到最后 压哨绝杀 然后也扩大了 他的这个竞胜分 让现在整队 拿到了九分的竞胜优势 也开了一个好头 问一个问题吴俊啊 听说你之前是这种贵州的球王 可能受了一次伤之后 但是你今天的表现 完全看不出来你受过伤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快速恢复 然后到这种程度呢 其实我缓一下 缓一下就累了 其实我受伤就是 从22年6月份到现在 然后我现在的话 我的大腿的肌肉 它是萎缩的 手这么大的差 我能打得这样不容易 然后就是如果 我还蛆的话是痛的 然后我刚来打比赛之前 我也不想找任何借口 就是希望自己能坚持打下来吧 然后我现在就是 打完我马上就 还我的队友去找兵符了 然后我 谢谢大家 小哥只打成这样可以了 本来我就不想提这事情了 然后他突然一提 自己又忍不住了 因为我现在只想打快乐篮球 然后也不想提这手上的事情 不要感慨吧 因为也看过他巅峰的表现是怎么样 然后再看一下他受伤回来 风采依旧 但是就是可能少了那么一点 没有当年做这么潇洒吧 按照我们的流程要询问一下 是否要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对重庆的三位行使拯救拳 谁说 我一直甩锅的在这个环节 因为篮球场还要用球说话 对不对 那你真的交给我吗 交给你 交给你 那我刚刚也有夸彭浩 我希望可以看到他在之后更多的表现 可以留下彭浩在后面 再给他更多的机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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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